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谷外是什么 有多少杀人的陷阱呢 陆小凤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忽然笑了 花寡妇看着她 忍不住说 你怕吗 怕什么 花寡妇说 死了 花寡妇轻轻地握着她的手 你不怕你走出这个山谷就死在别人的剑下吗 陆小凤微笑着说 反正 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再死一次又何妨 花寡妇也笑了 不管怎么样 他们总算已经走出了幽灵山庄 走出了这死人的世界了 花寡妇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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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脚千秀柔美 却有一丝鲜鞋从脚底下流出来了 啊 你 你没有穿鞋 没有 花寡妇还在笑 我 一向很少走路的 花寡妇连鞋都没有穿 就跟着她走了 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 你什么都不要 只要我跟你走 我还要什么 花寡妇的脸虽然已经因为痛苦而发白了 可是她的笑 却还是很温柔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真情更可贵呢 洛小峰看着她 只觉得一股柔情 已经像春水一般就涌唱了她的心头了 她抱起了花寡妇 走过了这片山岩 花寡妇在她的耳边低一说 现在西门吹雪一定已经认为你已经死了 只要你愿意 我们一定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活下去 绝不止活一天的 她又接着说 本来 我已经决心 要为老刀爸子死的 可是我遇见了你了 你也没有一定要留下我 所以 我希望你以后永远忘了花寡妇这个人 我呢 我姓柳 柳青青 前面草色青青 木叶也青青 洛小峰并没有直接走进去 他并没有忘记 这是一片吃人的树林 他们在林外的山坡上坐下来 在青青的草地上 有片片的落叶 还是春天 怎么会有落叶呢 陆小峰拾起了一片 只看了两眼 他的掌心就忽然冒出了冷汗 柳青青 立刻发觉他异样的表情 立刻说 你在看什么 陆小峰指的是落叶的耕地说 这不是被风吹落的 夜地上的切口 平滑 正清 柳青青 皱起了没说 不是风 那难道是剑风 陆小峰说 也不是剑风 是剑气 柳青青的脸色变了 谁手上的剑 能够发出 如此丰锐的剑气 陆小峰从地上拾起了一根羽毛 那也是被剑气 所摧落的 林外有飞鸟 飞鸟可冲击 可是天下又有几个人 能剑气击落飞鸟的呢 除了西门吹雪 还有谁 柳青青已经不再笑了 他还没有走 陆小峰苦笑地说 他一向是个不会死心的人 柳青青垂下了头说 我 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见过他 他忽然抬起头 接着说 可是 可是我们用不着怕他 以我们两个人之力 难道就对付不了他一个吗 陆小峰 摇了摇头 柳青青接着说 你害怕的 为什么 陆小峰垂下了头 黯然说 因为我心里有愧 哈 你真的做过那种事 每个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 但你却不是个糊涂人呢 糊涂的人 也难免一时糊涂啊 柳青青的脸色更加暗淡了 他说 你认为我们一定走不出这片树林吗 所以现在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柳青青说 哈 那条路 回头的路 柳青青吃惊地看着他说 什么 在回幽灵山庄 陆小峰苦笑着说 不论那里有什么在等着我 总比死在这树林里好 山谷里还是云雾 七迷 走回去 也和走出来那是同样的不容易 在对面的山岩之上 一个人仿佛正在乘风而去 正是那勾魂使者 他虽然没有脸没有明信 可是他有手 有剑 剑已经在手 剑已经出了笑 他冷冷地看着陆小峰说 既然已经出去 为什么又回来 陆小峰笑了笑说 啊 哈哈 我想家了 这里不是你的家 本来不是 现在却是 因为我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看看我手里握的是什么 好像是把剑 你能剩得了我手中这柄剑 我就放你过去 我劝你最好不要试 怎么 你有把握能够战胜我 我没有把握 一分把握都没有 可是我至少能有把握 接得住你十招 能接住我十招又如何 我有把握在十招之中 看出你的武功和来历 哈哈 我想你一定不愿意让人知道 你的来历吧 勾魂使者突然就闭上了嘴了 在他握剑的手背之上 那青筋像毒手一样的就嘟起来了 陆小凤连看都不再看他一眼 就湿湿然从他的剑下走过去了 柳青青也只有跟着 他手上的青筋像毒蛇般的扭动着 那剑尖也有寒光在颤抖 陆小凤没有回头 柳青青却连一脸都湿了 柳青青看得出 陆小凤全身上下 连一点警戒都没有 这一剑若是刺出去 就凭剑尖那一道领动的寒光 就足以治他的死命 可是 可是勾魂使者 居然就这么看着他走过去 只等他走出了很远 剑还落下 只听一声龙音 一块岩石 已经在他的剑下裂成四半 柳青青偷偷地回头瞧了一眼 连背心都湿透了 这山谷里的岩石 每一块都金鱼金刚 就算用铁锤利斧 也未必能砍得动分毫 而这一剑的锋锐和力量 实在是太可怕 走出了很远 柳青青才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说 你看到那一剑没有 陆小枫淡淡地说 那也没什么了不起 要怎么样的剑法才算了不起 那一剑能够匆匆融融地收回去 才算了不起 刚才勾魂使者圣怒之下 真力发动 锯在剑尖就好像弓已经隐满了 不得不发 所以那一剑击出 威势自然惊人 可是这也证明了他还不能控制自己的火器 真力还不能收发自如 若是能将这一剑从容地收回 那才真是炉火纯青的境界 柳青青是明文之后 他当然懂得这个道理 却还是忍不住说 就算这一剑没什么了不起 如果用来对付你 你有把握能够避开吗 啊 啊 没有 那你有把握 确定他不会杀你吗 啊 啊 也没有 但是你却好像一点都不在乎啊 哈 哈哈哈哈 陆小枫笑了 一个已经无路可走的人 啊 做事总是不能不冒一点 显得 柳青青叹了一口气 他还没有开口 就看见一个头戴珠丽的灰衣人 他背负着双手 湿湿然然 在前面走 老刀疤子 陆小枫喊了一声 没有回应 想追上去 这个灰衣人走路 虽然像是在夺方部 却偏偏追不上 等到陆小枫准备放弃的时候 前边的灰衣人却突然说 你绝不是随随便便就会拿性命去冒险的那种人 你知道他绝不上去冒险的 你知道他绝不会杀你 你有把握的 陆小枫没有否认 也不能否认 他忽然发现 无论任何事情都很难瞒过 这个ان 老刀疤疤子 老刀疤疤子又说 如果你凭什么有这种把握呢 陆小枫只有说实话了 我 我看得出他的脸是被剑锋削掉的 以他的剑法 世上只有一个人能一剑削去他的脸 老刀靶子说 嗯 谁啊 他自己 老刀靶子冷笑 陆笑风接着说 他宁可毁掉自己的脸 也不愿意让人认出他 当然也不愿意让我看出他的来历 所以 我确定 他绝不会出手的 老刀靶子豁然回头盯着他 目光在朱立之下 看起来还是锐如刀锋 你如此有把握 是不是因为 你早已经猜出他是谁了 陆小凤勉强笑了笑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只不过是 偶尔想起了一件事 一件事 说 陆小凤说 二十年前 武当最负盛名的剑客 本是石鹤 最有希望继承武当道统的 也是他 可是就在他已将接掌门户的前夕 江湖中却突然传出他已经暴毙的消息 那个时候 他正当盛名 一个内外兼修的中年人 怎么会突然的暴毙了呢 陆小凤接着说 所以 江湖中人对他的死都难免有些怀疑 当时谣言纷纷 有人甚至说 他是因为不守清规 被逐出了门户 才愤而自尽 而我却怀疑他一直都活在这个世上 只不过是无言见人而已 老刀把子静静地听 等着他说完 才冷冷地说 嗯 你也不该再来见我的 陆小凤说 可是 我也知道 你绝不会杀我 老刀把子力声说 你凭什么 陆小凤说 我知道 你现在正是要用人的时候 你也应该知道 我是个很有用的人 老刀把子说 我 我为什么要用你呢 要做大事 就一定要用有用的人 你知道我要做大事 要创立这片基业 也不知耗尽了多少人力和物力 要维持下去 就更不容易 就算你定的合约 每人都收费十万两 也未必能够应付你的开支 就算能赚一点 以你的为人 也绝不会为了区区一点的钱财 而花费这么多的苦心 说下去 所以 我断定 你这么做 那一定是别有所图啊 以你的才智 所图谋的 当然是一件大事 老刀把子 冷冷地看着他 目光更加锐利了 忽然转过身来说 跟我来 曲折 蜿蜿蜒的 小路的尽头 是一栋 形式古老 着朴的石屋 里面的陈舍 也同样的古朴 甚至带着一种 阴森森的感觉 显见 不常有人居住 可是 现在 这屋子里头 却已经有三个人 在等着 三个 本已经该死的人 钩子 表哥 管家婆 三个人 正站在一张 黄漫低垂的 神岸旁 脸上带着一种 不怀好意的鬼笑 用眼角 瞄着陆小凤 陆小凤 虽然尽力 在控制着自己 你还是难免觉得 很吃惊 老刀霸子说 嗯 现在你总算 已经明白了吧 陆小凤苦笑着说 哼 我 我不明白 我一点都 不明白 老刀霸子说 这件事 从头到尾 根本就是个 圈套 陆小凤还是不明白 老刀霸子接着说 他们做的事 那都是我 安排的 为的只不过要 试探你 陆小凤说 啊 啊 你怀疑 我是来卧底的奸行 嗯 无论谁 我都怀疑 这里他每个人 都经过了考验的 吴飞云杀的 就是那些 经不起考验的人 陆小凤终于明白了 啊 你故意放我走 也是为了要试探我 是不是真的 已经被西门吹雪 逼得乌鲁克走了 呵呵呵呵 你若不回头 此刻 一定已经死在那 痴人的树林里了 陆小凤叹了一口气 嗯 明白了 你也算准了 我会把六青青带走的 也正好 让他来杀我 老刀把子说 嗯 嗯 那倒是个意外 嗯 你若不回头 他就得陪你死 陆小凤忍不住 转过了头 他看见 柳青青正在盯着他 两个人都没有开口 不管要说什么 都已经在 这眼波一处之间 说完了 所以 柳青青没有埋怨 陆小凤也没有歉疚 这世上 本来就有种奇妙的感情事 不必埋怨 也无需歉疚的 老刀把子看着他 只等陆小凤 再回转了脸 才缓缓地说 现在你是不是 已经明白我 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陆小凤点了点头 嗯 明白 你要看看 我是不是个 被你 值得用的人 嗯 你很不错 嗯 他的语气 忽然变得很和缓 哦 你的武功 机智 都不错 嗯 最重要的是 你没有在我的面前 说谎啊 嗯 陆小凤苦笑着说 哈哈 既然明明知道 骗不过你 又何必说谎 嗯 嗯 你是个聪明人呢 我喜欢聪明人呢 所以啊 从今以后 嗯 你就是我的伙伴了 只要不走出这山庄 随便你要干什么都行 嗯 我相信他 你这么聪明的人 绝不会做啥事的 嗯 他回头 吩咐管家婆 传话下去 今天晚上 百宴 为他接风 管家婆退下 表哥和钩子 也随着退下了 老刀霸子忽然说 嗯 你的家呀 已经被人拆了 嗯 从今天起啊 你就可以搬到清清那儿去了 陆小凤迟疑着 勉强笑了笑说 啊 那 那 你 你 老刀霸子不让他说下去 又说 嗯 嗯 我已经是个老人了 嗯 老人总是容易忘记很多事的 嗯 他站起来 转过身 面对着那黄漫低垂的神龛 缓缓地说 嗯 只有一件事情啊 我还不能忘记 嗯 时候到了 我一定会告诉你 陆小凤 没有再问 他知道 老刀霸子说的话 那就是命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